美国半导体巨波英特尔近期以AI为主轴 推出第三代AI加速器高低3 执行长基辛格更喊话 先进制成技术超车台积电 周四手机台报正式公布 第一季营收127.24亿美元 年成长8.61% EPS 0.18美元 毛利率45.1% 高于市场预期 不过市况存在变数 尽管依旧对下半年充满信心 但公司不会严 企业增加在人工智慧伺服器晶片支出 使得传统CPU需求下滑 英特尔第二季采测看淡 EPS仅0.10美元 远低于预期的0.24 让英特尔盘扣股价一度崩跌8.9% 当机器业务会冒冷 英特尔会冒热 它一直是这样 所以建议商业业业 可以给他们其他业务 只要他们做得很好 英特尔一直在建议商业业 在一年充满建议商业 英特尔先前宣布 2027年将端出14A先进制程 旗下晶圆代工事业以独立分拆 手机财报显示 营收年间10%至44亿美元 亏损多达25亿 英特尔预计至少要到2030年 才会损益两平 新唐人亚太电视 直千里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